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看到片名很開心嗎?我更加開心 因為香港好地道食品的味道,我自己相當懷念 上次做完一個西式牛扒,很多網友都留言,得到很大回響 聖聖,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港式鐵板牛扒的基本做法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我們說港式港式,現在很多人說,梳打分牛扒 你哪裏吸到日本A5和牛,或者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不可以這樣比較,口味各方面 例如牛扒,七八十年代,是我自己星星很懷念的味道 我可以跟大家說,我現在一個月都會鋸兩次這些鐵板牛扒 吃那些A5和牛,當然不是說不去吃,一年半左右吃一次 我上次都說了,做西餐就很開心的,中餐就很有成功感 因為中餐,我們怎樣把西餐的文化融入了我們自己的中式烹調 中式的味道去做,這樣 先把牛扒先吹一下,這塊牛扒都是一般超市買到的 肉眼扒,這塊肉眼扒有多重呢?約180克 這樣,我們在外面做,很多時候都會拿西欄回來的 我刨到西欄,兩安半,三安士 我們會做一些早餐,早餐是一塊,如果下午做牛扒飯那些可能會放兩塊 自己動彈一點,基本上的做法都是一樣 西欄的肉質會比較濃一點,但會比較韌 這隻會比較軟一點,牛扒是最軟的 我們做一些港式的醃肉,我們要把肉放到軟身 然後輕輕把它沖洗一下 大家看到了,沖洗過程中,有少許粉紅色的血水滲出來 我們就等它滲一下,然後倒進去 我們要將一塊牛扒,要徹底瓶乾水 做中式醃肉,不要小看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是相當重要的 你的肉醃得好不好,就取決於這裏 有一位外國師兄弟就說 師兄,我跟你的方法醃肉,為何醃得出來一盆水 就是因為你解凍那裏做得不好,還有你瓶水做得不好 你的醃料醃不到進去,你就會吐水 那醃水代表什麼呢?不合格 我們調整醃牛扒的醃汁 我們就拿一些梳打粉出來,我們行內叫做食粉 這個梳打粉,其實中柱大部分都用來醃肉 這樣用得最多不是中柱,我都說過了 西餐,糕點,做餅,都會應用得到的 這個梳打粉,我今天用180克的梳打粉 是多少呢?約5份一茶匙左右 水的份量約3個湯匙左右 下了3個湯匙的水,把梳打粉水 輕輕攪拌均勻,然後繼續 鹹味的來源,我們拿著生抽 生抽放1個湯匙 另一個鹹味就是老抽,老抽也放1個湯匙 如果是用草菇老抽放半個湯匙 因為帶少許顏色給你 煮到尾的來源,我們放少許蠔油 放少許蠔油,可以放少許雞粉 也可以剃到蠔油 蠔油1個湯匙 所有鹹味都夠了 甜味來著哪裏呢? 就是砂糖 約半茶匙的砂糖 然後加胡椒粉 加多少? 約4份1茶匙 多一點都不要緊 然後加生粉 生粉約1茶匙 隨即將所有醃料 包和拌勁 拌勻 煮 either 煮一下至少ata 水份就抹乾了 外面做幾十磅,不太久 吸乾後,隨即放在醃料裡 輕輕慢慢拆開 一塊牛扒比較難拌 反而外面拌幾十磅 醃料反而更容易滲入 用心、溫柔一點 先醃一下 務求把醃料盡量把牛扒 醃多久最好? 最少要醃到五六小時 醃過夜都沒什麼所謂 雖然說這些牛扒 我不太建議大家生吃 最少要煎到八成半 九成 中心溫度夠熱才可以 現在醃一下 醃了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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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了四五個小時 牛扒醃了一陣 準備一個 港式黑椒汁的材料 會有什麼呢? 準備200毫升青雞湯 四分之一的洋蔥 一茶匙的蒜蓉 還有一湯匙的麵粉 當然不少就有黑椒碎了 還有一點茄汁和醃汁 一點就夠了 洋蔥全部切粒 首先一間間切開 細色切法都會跟著弧度 但中式沒什麼所謂 中間剪刀 然後用一個推刀的方法 切到細小粒 看手不要怪怪的 切完就可以了 放在一邊備用 現在牛扒醃了三四個小時 其實還未夠新的 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醃幾個小時 甚至醃過夜就最好 如果在外面做法 通常都是讓它吃水 吃幾個小時 然後放油 把牛扒的表面 鎖一鎖 油的作用 令牛扒更滑 拌好油之後 把牛扒 用一個盤 把牛扒一塊塊 平平 把牛扒放在盤上 完成整個醃牛扒的過程 如果不整理 牛扒整件這樣 整件這樣 整件這樣 就整件這樣 煎不到 因為煎出來也不好看 所以這個 撿牛扒的過程 相當重要 怎樣撿呢 一塊一塊一塊 鋪開 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 夾塊 膠泡 然後到第二層 所有材料準備好之後 然後 把火燒熱 燒熱 直鑊 都要燒到直鑊夠熱 如果大家有二結鑊 有西式鑊 要用西式鑊 我無所謂 放入適量的油 隨即二話不說 把牛扒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後 不要動 約煎了一分鐘 我們務求 將牛扒一邊的肉汁鎖一鎖 現在約45秒左右 差不多 一分鐘 反轉 這邊約45秒左右 差不多 煎了十多秒 現在可以拿起 拿起它 先攤一下 中式牛扒 不要立即切 都要攤一下 等它回油 保持小火 然後倒些洋蔥 保持小火 把洋蔥炒至變色和軟 要炒到夠軟 才能發揮洋蔥的味道 聞到洋蔥的香味 再加蒜蓉 再加黑椒碎 如果食得辣的話 可以加1茶匙 如果不食得辣的話 就加半茶匙 然後保持火爐 慢慢把蒜蓉和黑椒炒至香味 炒了十多秒 麵粉出場 再加麵粉 麵粉的作用 是讓它的醬汁有黏度 做一些廣式西餐 我們逐星的話 打個麵露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我麵露的做法 打定也是OK的 麵露怎麼可以 大家看看 像火山灰一樣 全部融蟻 滾起 不要大火 大火就變成粒粒 滾起後 讓它聞到有少少麵粉的焦香 再加大火 在鍋邊炸少許酒 然後把雞湯放進去 隨即把麵糊所有材料推均 麵糊不會起粒 很累 鍋邊有少許焦的也不要緊 是好東西來的 現在調味道 生抽約一茶匙 醬汁放幾滴就夠了 少許 茄汁約一茶匙 下完後放中火 隨即把所有味道攪拌均勻 差不多完成了 淋完成後關火 調少許老抽 調黑椒汁的顏色 呈現出來的黑椒汁 當然是黑椒汁 因為不能選擇 大家模擬一下這塊就是鐵板 懷舊跑餐 不要用鐵上 用鐵板有點風味 不過家裏沒有鐵板 我正在幻想 要用鐵板 加一點醬汁 加一點醬汁 加一點意粉 也相當好吃 我們做法 在外面 左邊有波浪型薯條 中間有個扒茄 這邊有些雜菜 全世界網友都說 不要放雜豆 放雜菜 每逢做這類型的扒餐 我自己也相當懷面 我們那時的扒也很有趣 我們這麽薄身的 我們翻譯出來 叫做分中牛扒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知道的 跟網友互動一下 在下面留言 亦有一隻叫做 鑊仔牛柳 大家有沒有吃過鑊仔牛柳 如果有吃過的 就給我一個Like 我星星 喜歡吃黑椒粥 訂閱職人的頻道 喜歡吃沙丹豬扒鹽 當然加入頻道會員 繼續吹嘴 我先吃東西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記得用西式鑊煎 不然就煎到焦了 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下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